光子弹以后能不能把新冲远连改成老六园林啊 这里是来了一辆车 我准备开始扫跳跃看能不能打到一个背伤的时候换一下子弹 啊 发生了什么 操你如果丢的是核导弹吧 那么远一个精准顺暴打单牌 我最痛恨的就是老六 不是我这三楼都没有射完的 你就想溜我是吧 飘过来当手一下就不乐意了 直接就拉过来跟他拼腰设带走 我是想明白了 只要是被园林嘎出来就找不到人 咱们换辆车吧 兄弟们 嗯嗯 我真的要心态炸了 今天说我拿下三等绑一 也不知道是多少天了 老太分也是直接就来到了5000多 距离绑一还有800多分 KD只有19 肯定没有到达评论区兄弟们的水平 本来是有20多K的 全被这些6子6到19k了 落地 你这表弟不行啊 动我平板 落地都没捡到枪 人家直接追着我打 想拜佛他又不露 还会玩 直接就零杀让我出了新冲远连航线都没有刷出来 只能被迫来到甲车和空一手车去收物资了 心情失落 我准备去阿诚收一波物资 没想到光子哥哥这么给力给我刷了个鸡哥 刚从阿诚送完物资出来 结果看到一个小伙子开着A186就朝 新冲远远远过去 打蛋牌向这种没有皮肤的兄弟们直接追着打就行了 还想从外围围墙摸过去当老六 结果被我逮了个正着 直接一缩子带走 最终你们这些老六了 跪下 自从在新冲远远远远离砂被嘎了出来 我为山东城淘汰绑六的 我必须来追一手空头 开到乔摸我的时候 竟然有个人 想堵墙还好枪发马 你泡面的爆皮肤 我肯定忍受不了他 直接听这个反仙准备反打 我是看了半天他不露声味准备开车走 结果来了个纸冤 这个紫园好像对我有想法往往这边拐了 咱们拉到山头找好研究 直接给他一梭子 可能给了他一梭子 他这个大鸟快炸了 直接就被破降了 哎呦 这不是活靶子吗 直接落地一梭子带走 奖励他连打代步套餐 第一个空头没有捞到好处 这个空头我可是最快的吧 哎 不是什么正前方有辆A186啊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看他没有下车想扫我们的意思 直接一波切传位把他赶走 不是光走我冒死捡空头 你给我刷了把大局 我真的裂开 以为能安全的离开 结果这A186的小吉利对我图谋不轨 直接就在山头架起了我 我拉过来 你就走 你给我玩游击战是吧 今天我必须让你跪下 今天我真的受不了了 你今天必须得给我留着你 完全没子弹了 帅你小人命打再过十发你就得掉 这小吉利不得不做还真聪明 开着摩托就往山上走 当我路过这个山上返鞋的时候 结果车翻了 直接人跟丢了 真受不了了 憋了一肚子气的我来到外面 准备找那个小吉利的时候 竟然停了辆船 我一想山上的肯定有猫咪 结果拉过来一个小吉利直接被我撵走 拿下六个淘汰 你说巧不巧 咱们缘分到了该见面就得见面 这一次我还能让你跑 直接就是一路火花带闪电 直到他翻我才追上他 这个车开的刚好有掩体 我们直接让他一个跳枪带走 当我淘汰他的时候 看了一下他的名字 感觉自己被玩了 不过 我们拿下了本局埋坛王 面子终于找回来了 当你打单牌两个奔奔相撞的时候 而且他对你有想法的时候 不要一头就扎到他要停的位置 我们可以通过对地图的了解 找掩体进行反打 下车的一瞬间直接念起一颗土豆来 丢过去说 没想到这颗雷没有把握好风筹 没有打到他也在拔 结果我一开进是个六倍 吓我一跳 他在拔了赶紧收枪跑 还好我跑得快 要不然一颗损包直接就塞我嘴里了 我们再拔一颗 这颗雷 我们肯定有先手机会直接丢 他以为这颗雷直接就把我炸成死血了 就直接干了 不过我有掩体打闪神枪 妥妥的一名小高手啊 紧接着我们就来到决赛圈站里 像这种房区刚打人家是我们最容易来圈架的时候 一定要拉到近点拿雷开路 听脚步就在这里 这颗雷肯定炸到他了 因为我看到他在围墙 有血量优势的时候不要放过这些优势 直接拿喷子上 也是一喷子带走了 兄弟们 咱们开头就是我像这种没有皮肤的人直接就可以过来打的 大河山顶的伯母打起来了 但是我们利用18岁的反应 击山扫了他两枪 拉到有掩体的地方直接丢一颗火上 记住打蛋牌 只要有血量优势就不要给对手喘气的机会 没想到他有击山 不过我们有血量优势也是侥幸带走 这个圈也是来到绝对象 我们开车进行站点 拉到这个山头的时候没想到有人 我一拨切战会拉到我的左手 击山压制 打上脸上这个人准备换子弹的时候 我去独外竟然有人 本来想这个人头是我的 结果后面还有一个没有进圈的老六 当时我就不乐意啊 直接切六倍 结果被堵死了 看了一下这个圈竟然给我刷了一个天前圈 并且这小子挺出面啊 直接就把体现给占好了 还想跟我对枪 我打两枪有血量优势 咱们直接开车顶 拉过来的时候他拿了个大盘机 我们用枪械优势 直接顶他就可以了 带走 最后一个人不在圈了 不得不来干拉我了 绞性带走 直接吃坤